2月27日据港媒报道,演员吴梦达因为身患肝癌进入医院正在接受治疗 近日吴梦达病情转重,已经转到ICU进行住院抢救 好友田启文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透露吴梦达现在处于一个弥留的状态 还透露家人朋友都有了心理准备,医生已经没其他能做的事了 报告说,最近很多演艺圈朋友都来探望过他 吴梦达好不容易才说出几句好话,表示身体好痛好辛苦 当时他每隔四小时就打一次止痛药,但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了 他手拿着柠檬不食甜甜,以刺激口腔分泌口水 在此之前,多家港媒曾报道说,香港影星吴梦达近年来屡次传出健康问题 本月初更有消息说,他在开拍时突然心脏出现不适,一度因疼痛终止现场拍戏 21日,吴梦达因严重的疾病入院,据称被安排在肿瘤科住院治疗,情况还比较稳定 报告中提到,吴梦达曾在2014年因病毒感染导致心脏衰竭,一度送往ICU抢救